出轨的列车还东倒西歪的 卡在铁轨上 轨道严重扭曲变形 车站的雨棚被震垮 柱子更连根拔起 车站处处可见钢筋外露 地面上全是破碎石块 花莲东黎车站遇到21年来 最严重的灾损 11处轨道这个比较容易 就轨道的处理 但是三座桥梁 有牵涉到安全的课题 所以要经过鉴定 他们现在初步估计 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车厢得靠吊挂移除 矿日费时 预计在9月30号 才能够全速脱离车站 让台铁花东线的班次大乱 但东部台铁路线受损的不止这里 像是玉里瑞园间 约有40支的电线杆断损 在万荣站北侧 桥墩指正快破裂 19号济师会看后 扭曲变形的轨道 大多会在19号到25号之间 完成修复 但首当其冲的 就是要去东部的旅客 台铁人员耐心说明 一早台北车站柜台 民众大多要来换票退票 南下的民众 只能先在花莲站下车 再转接驳巴士 说好的旅程全泡汤 我船是12点半的船 那他说10点的话 会到花莲可以让我接 那花莲到台中 也要三个半小时 四个小时 那我根本就来不及 所以我这款只能取消了 因为接驳从花莲要到玉里中 玉里再换车排队再去台东 所以变成可能 对旅游团员们来讲 会有一些压力在吧 所以我现在在紧急调动 花莲当地的业者 看能不能配合 成团旅客不得已 拜信而归 面临的还有无法退款的 船票和饭店 损失只能由领队自行吸收 民众则随机应变 回程之后再看 希望强通好吧 地震频频民众哀嚎 台铁紧急寄出配套 判把影响降到最低 进行问离亭中成良 采访报导